第156章坟头插箱 这沈金肖导师是不是吃错药了 心中想着 李洛也就诚实地问了出来 反正痴蝉导师不是外人 对于沈金肖这个人 李洛内心显然是抱着极深的忌惮与厌恶 所以虽然对于对方此举感到极为的疑惑 但他可绝对不会认为对方是在向他是好 痴蝉导师淡淡一笑 道他当然没吃错药 不过你也想得没错 他可不是在帮你 相反 他是在延缓你得到12段井的时间 什么意思 李洛皱眉道 我已经听说了 昨天江青了去了积分店 不得不说他对你的确很上心 这12段井他应该早就留意上了 而此次去积分店 就是为了兑换此数 但他去晚了一步 12段井被沈金肖提前取走了 还留言让需要的同学可以找他 痴蝉导师说道 李洛面旁上的神情唯唯一将 玄机眼神渐渐的有些阴沉起来 显然 沈金肖这狗东西是早就做好了一些预料 包括这12段井 他提前一步取走 是想要逼得江青鹅去找他 然后以此做一些胁迫 江青鹅并未去找他 反而是去了肃心腹院长哪里 然后弹劾了沈金肖 沈金肖在这种情况下 想出了一个理由来回决肃心腹院长的调解 没错 就是这个所谓的月考奖励 这是在他的权限范围内 理由正当的连肃心腹院长都挑不出毛病 所以说 这个12段井的奖励 其实也算是沈金肖无奈之举 不过他对此应该也无所谓 反正他的目的达到了 那就是让你没那么顺心如意地得到此数 痴缠导师摇了摇头 道 这沈金肖 应该是对江青鹅求而不得 心思愈发的阴暗 而你 只能说算是成为了他泄火的替代品 毕竟 谁让江青鹅谁都不在意 只在意你这个小未婚夫 李洛神色颇味的平静 倒是没了平日里的笑意 但痴缠导师却敏锐地察觉到 他那平静之中蕴含着何等汹涌的波涛 呼 最终 李洛神吐了一口气 似是自言自语般的喃喃道 从今天开始 我要搓泥做香 然后等沈金肖导师毕命那一天 亲自在他的坟头插上一根大香 痴缠导师没有在意李洛 这完全不遵师重道的话语 因为那沈金肖的所作所为 也完全没有再将自身当作导师 而既然起了这些因 那自然要接下未来的果 李洛究竟有没有本事 真做到是一回事 但双方间的恩怨 已经开始不可调解 把一位封侯强者当作敌人 李泰玄 但台兰生出来的儿子 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啊 痴缠导师有些感叹地说道 其实 也就只是现在嘴上过个影而已 我现在可惹不起啊 所以还得警报老师大腿 求保护 李洛笑了笑 痴缠导师眸光动了动 他面上的黑纱微微波动 旋即伸出手掌 放在李洛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放心吧 因为 我也想在沈金肖坟头插香呢 他轻声说着 李洛一惊 虽然之前痴缠导师说 他与沈金肖有些恩怨 但他没想到 这个恩怨 似乎也并不简单 但是 这不是正好吗 李洛咧嘴笑起来 老师 看来我在择诗赛上的选择 简直英明到极致了 不过不管你对沈金肖有多么的厌恶 在你没有拥有足够的实力之前 我建议你还是先将这一份杀心收起来 我其实很欣赏你这种韬光养晦的性格 所以 保持住 不要飘 痴缠导师淡淡道 李洛轻轻点头 对了 既然这沈金肖这么慷慨的字掏腰包将12段井贡献成了月考的额外奖励 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 倒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若你真能拿到这部12段井 不仅能够节省一大笔学府积分 而且最重要的是沈金肖会很尴尬 痴缠导师眸光中似是泛起一抹笑意 道 李洛文言 也是有些心动 不过那12段井是给第一名的额外奖励 他这边带着两个丧货 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机会 不过 若能拿到这部12段井的话 真是一个豪爽的事情啊 因为这一刻 李洛甚至差点连获奖感言都想好了 我 尽力吧 李洛最终如此说道 痴缠导师点点头 也就不再多说 他继续看了一会白萌萌的研究 然后道 他要退出梦境状态了 李洛连忙看去 果然是见到白萌萌突然站直身子 双瞳之中绽放的蓝色荧光在此时渐渐的消退 树袭后 竟是恢复了正常色泽 紧接着他那清纯漂亮的小脸蛋上面 就有着往日的害羞 腼腆之意浮现出来 一瞬间气质就从绝对冷静 变成了清纯可人 这一幕 看的李洛都是嘖嘖撑袭 还能这么玩的 这是一人分饰两脚 角色扮演妈 有点刺激 而在退出梦境状态后的白萌萌 对于手上的这些研究也不感到奇怪 不过他也并没有继续深入下去 因为在脱离那个状态后 眼下这种深度的研究 他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所以他将这些记录都仔细地收起来 等待着下次进入梦境状态时再来继续研究 你要去练习脆橡树 就自己进去吧 你们没事也可以交流一下脆橡树 痴蝉导师看了一眼李洛 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李洛望着痴蝉导师那玲珑有致的倩影 感觉对方刚才那一眼中 似乎是看穿了他的心思一般 痴蝉导师真是好啊 李洛感叹一声 就算知晓了他的心思 还是在给他与白萌萌交流制造机会 这样的老师 怎能不爱 摇头感叹间 李洛脸上就有着热情洋溢的笑容浮现出来 他迅速地从一旁取过杯子 倒上热水 然后推开炼制式的门 走了进去 萌萌 研究了这么久 辛苦了吧 要喝点热水吗 刚刚收拾完研究资料的白萌萌抬头 他望着端着热水 满脸温暖笑容而来的李洛 小脸为红 纤细食指纠缠在一起 低着头有小声传来 会长 你笑得好油腻